我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应该是中路这个不好解决 中路这个应该是个大祸 这倒也还行吧 这好像是倒也还行 OK了 原来是分布在两边的 这波不见灰烬 来来来来感受一下 我就不相信了 咱就赌一波 我就赌它 直接开局就来个灰烬植物 然后呢我就解决这个二爷 漂亮 时间交好合适 两发的话既能解决白眼 也能解决二爷 给个东西啊 OK了 这减速全员减速 那基本上 这每一路都能分到一点的 尽量两边多分布一点 两边的这数量比较多一点吧 然后二四路的话 就稍微来个两发就行了 打上减速就没问题了 那现在 必须得先解决一路啊 中路这个肯定是没办法的 因为后边是红眼 如果纯靠一个机箱的话 可能有点心有余儿力不足 这波也是我的问题 不应该在中路 不给一个减速的 那 白了这个 我就不好说了呀 那这个就没什么说的呀 全员减速 加小猫输出 主打就是个耗时间了 是吧 能拿点攻击力 自然是最好的 上路下路能变一点 再多余的东西就不用了 我有这个位置 都能扔小丑 好呗 都能扔小鬼 好坏事儿了 小丑这个小虎云了 哈哈哈哈 上路那就可以解决啦 打两下 打两下应该才能扔小鬼吧 这一波不能浪费机会 坏了 刚刚好好扔小鬼 不能直接被干掉了吧 大哥 哎呦 浪费了一次机会 可惜了 如果还行 后排的话还会继续扔这个小鬼的 攻击力的话 尽量都往中路方吧 毕竟中路的话没有减速就比较难办 现在打这个红眼的速度也倒是挺快的 毕竟的话有减速和小毛输出 基本上动不了 小鬼的话乖乖的给我扔出来 多给我来点机会 这是对的 没有机会 存抗号时间了 主打就是开局获得一个机会 其他的全用不上 你还想砸 我让你砸空气 气不气 这红眼是真难受啊 跟地都跟不了了 再扔个小鬼 真得给机会了 漂亮 这波两边可以稍微的打快一点了 中路的话 应该也够了 这个输出的话是没问题的 两边这个稍微一分布 搞定 主打就是非常对称 这看着多带劲啊 对不对 这还得扔小鬼 来点灰烬植物 哦哟漂亮 虽然说这个东西用不了 但是能用就用吧 这无所谓了 这肯定能打得过的 想都不用想这么多炮灰植物 对不对 给大家节约一点时间 两发下来 中路的话应该还能挣扎一下 但是也不上大牙了 最后还来两个小毛 这也不轻松拿下了 搞定